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谈关系词 在谈关系词之前我们做个复习 我们曾经讲的关系词就是包括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所有格还有关系副词 还有准关系代名词还有复合关系代名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所有格我们已经知道who,whom,which这些用法 甚至whose的用法在上礼拜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回去要看我们的讲义不断地做复习 我们今天就要谈的就是关系副词 关系副词什么叫关系副词啊 大家一起看我这边 那么比如说您是戒系词我是关系代名词 咱们俩合在一起啊就叫做关系副词了 有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您非要跟更定我不可 所以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呢 关系副词全都是戒词加关系代名词合在一起的 它一共几个呢其实你不需要记忆 但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还是告诉大家 它一共有四个 那我们先不要看讲义先听我这样看我这个地方啊 第一个呢是代表地方的 像比如说this is the place 这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in which I was born 我出生的地方 这个in which呢就是借词加关系代名词呢 可以化解为一个字用wher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那么第二个关系副词啊 就是用when 也就是所谓时间 that's the time 那就是这个时刻 什么时刻呢 at which I'll come 我会来的时刻 五点钟就是我来的时刻 that's the time at which 就可以用一个字用when来代替 that's the time when I'll come 那么另外呢 也就是在the reason后头 理由后头 它后头要用for which 比如说I know the reason 我知道这个理由 why但是我们可以用for which 就是借词加关系代名词 she is crying laurie is crying 我知道为什么laurie哭的理由 你来之前刚才哭了 我自己已经替你擦了眼泪 天哪 那男朋友呢 对你讲一句话 对不对 让你心里非常难过 我为什么没有像赖老师 那么潇洒呢 这样 贴大的笑话 对不对 不公平 为什么他就没有冷风的声音 谢谢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在the reason后头 for which 就可以用why来代替 I know the reason why laurie is crying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第四种呢 就是用在how后头 I know how he would do it 但how后头啊 这个就得enrich 前面用the way I know the way 可是说的奇怪 the way跟how 它无法并存 哎呦 这时候一个头 巴格达 对 是巴格达 是伊拉克首都 对不对啊 没有关系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看这个章节之前 先了解 关系附词 一共四个 一个是在地方后头用where 对 第二在时间后头用when 第三the reason后头 理由后头用why 第四个 the way后头 理论上用how 但确实不能并存 有关他们的怎么用法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 那要第几页 下面六十页了 好 page 61 对不对啊 page 61 关系附词的检查法 在考试的时候啊 你要晓得关系附词 到底用的对还是不对 首先他告诉我们 关系附词有四个 哪四个 你用听 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why for reason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when for时间的 还有一个是where for地点 还有最后一个是how 也就是指的是方法的 好那怎么使用呢 就是让我一一说分明